小朋友不要選球 圍棋山州的使懷者營隊活動 規劃有豐富的課程 團康遊戲 運動會 及各式各樣的內容 期望引發學生探索及學習動機 同時也能夠樂於學習 帶給他們精彩又有收穫的暑假 小朋友在這三個禮拜的學習過程裡面 都非常的歡樂 然後學習也非常的有效 盡了他們培養他們很有學習的熱情 我覺得這個是對小朋友最大的幫助 最後我們會有一個結業典禮 也會邀請我們的家長 我們社區的一些民意代表 一起來參與給小朋友肯定跟鼓勵 也會頒發他們這三個禮拜 學習的一個結業證書 跟著小隊長的腳步 學童們進行闖關遊戲 校園已點大搜查 讓學童們能夠理解生活周遭的生態環境 藉此培養觀察力及分析力 參與的學生十分投入且喜歡這個活動 並且很感謝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來到學校 帶領他們一同手作與學習 這裡的老師都很好 然後活動也很精彩 第一個禮拜玩的那個找東西的時候是最好玩的 覺得這可以考驗我們平常有沒有再仔細看東西 在五年級教室 然後五年級的老師就會教我們做一些甜點之類的 就像考布雷還有冰沙那些 謝謝他們帶給我們歡樂和快樂的時光 對於國立台中大學的學生來說 是一個能夠實際帶領學生的機會 將自己的教學熱忱付出實現 教學相長讓他們學到更多教學方式 在圍棋三週的營隊當中 我們也設計許多的闖光活動及遊戲 希望能透過闖光活動讓孩子們能夠學習團隊合作 並且互相幫忙 那不同於我們在大學的時候上課 在這個教學現場 我們會比較多去增進我們的處理應變能力 同時也培養我們的教學技巧 那也希望我們在未來的教學上 能夠更多的去幫助小朋友 也能讓我們跟小朋友 透過這個營隊教學相長互相幫忙 校方表示 非常感謝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 願意在暑假期間帶領孩子學習 同時造福片相學童 學生透過豐富的學習內容 及市長意識亦有融洽的相處 增進學習樂趣 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肯定 樂學營隊開不開心 開開心 記者洪一輪炒豚採訪報導